現在來示範 做格蘭式染色 Grain Staining 的做法 首先我們會有像畫面上這些器材 我們拿一片撥片 撥片呢 我們寫上 今天要做示範的是 Lactococcus Lactis 寫個L 好像寫的不是很好看的 再來呢 我們會寫 E就是指Ecoline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做成 L就是Lactococcus Lactis 是知名的格蘭式陽性菌 也是乳酸菌 會做兩個 再來是Ecoline 會做兩個 各位同學可以同時做三片或四片 這樣子的話等待風乾過程 其實可以做更多 萬一失敗了不用再重來 現在看到 好 再次提醒 我們稍後會有個步驟 是要做酒精 酒精會把我們的奇異筆沖掉 所以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使用蠟筆 或者我們寫好之後把它翻過來 我們用背面用 在使用酒精脫色的時候 就小心的進行 那今天使用的方法是 我們把它翻過來 那翻過來仍然以這些字為主 好 當然你也可以翻過這一面 我們翻這一面 好了 好 這時候呢 每一組都會有一支小滴管 跟一小杯的水 好 那我們就一點點水就好了 好 OK 不用太多 那請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在顯微鏡如果說 有菌重重疊疊的時候 其實是不容易看見的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懸浮出去 好 接下來看阿遠的示範 天氣酒精燈 再次提醒 有長頭髮的 或者衣物比較容易被燒到的 請務必要把頭髮 或者您的衣物綁起來 好 把移到這邊來 一樣先燒紅 好 那 各位會拿到兩個培養名 一個標示的是 Ecoline 我剛才已經燒紅之後 讓它離開一陣子 以後 我們可以來挑 我們在鏡頭下面挑 挑這種單一菌落 我先在旁邊 讓它降溫 好 我就挑這一顆 好 挑完之後呢 在這邊 劃開 好 再燒 準備挑第二顆菌落 放在中間 挑第二個Ecoline的菌落 它塗的時候記得一個原則 盡量把它塗開來 塗開來是希望它的微生物可以懸浮在外側 好 這是一塊來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看 另外一個標示 L-L 就是Lactococcus lactis 是知名的乳酸菌之一 它的特色是它是格蘭式陽性 好 這個在MRS培養機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培養機看起來比較有一點 深色一點 我們挑這一顆 我們先從左手邊這一滴水開始 把它劃開來 盡量把Loop上面的菌 把它懸浮在這一滴裡面 好 接下來再取第二顆菌落 剛才中間已經混有Ecoline的這個 我們再混一次 也就是稍後我們做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看到格蘭式陽性陰性一起來 好 這個地方結束 就這樣讓它自然風乾 若有必要的時候呢 若有必要的時候 可以用我們的 無菌操作台做 做烘乾的動作 那各位會有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把它烤乾 跟大家報告 烤乾其實你顯微鏡看起來 會有像黏輪的東西 不鼓勵這麼做 稍微耐心等候就好